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往伪造护照集团的手法相当拙劣 拿上手容易被察觉 但这两名被捕嫌犯则撕下正本护照上的个人资料页 篡改逗留期限后重新粘上 混淆视觉 无论如何上德山多中玉虎 最终他们行计败露 被当局逮捕归案 在同样的场合上 移民局总监拿督鲁斯林也说 内政部和移民局正探讨在我国一些主要出入境处 使用快响音二维码来解决人潮拥挤问题 鲁斯林说 有关在国家入境处使用二维码的研究已经完成 目前进入测试阶段 他也说 内政部稍后会公布进行二维码测试的国家出入境处名单 并交由内政部宣布 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 还未落实 但细节将在稍后公布 内政部将在这之后发布公告 这个年头治安欠佳 小贩平日在营业时 也要打起十二分分精神才行 大山脚一对姐妹小贩 昨日清晨六十许如常开档 在早上八十十五分左右 一名华裔男熟客 戴着口罩前来扬称要换一百令吉的小超 由于刚开始营业小超不够 这名华裔男子到茶餐室后方取车后 就将车子开到茶餐室前 这是车内另一名皮肤有黑的男子下车 手持一把长刀 直奔施主洪女士的妹妹方向 并抢走她身上的项链 她惊慌之际 大声喊叫 起撩对方 一转身 随手一挥 也砍伤她的手背 这起结案发生于 昨早在马张五末美好超级市场旁的茶餐室 洪女士说 事发当时附近多数店铺还没开店 人烟稀少 劫匪得逞后 即从马张五末往山脚镇方向离去 她的手背被砍伤后血流如注 索性茶餐室业主及时把她送院治疗 经医生检验 她被砍伤手骨 韧带断 缝了六针 洪女士也说 在医院等候治疗期间遇到另外三名伤者 根据他们的口述 干案手法和劫匪外貌十分吻合 一是同一伙劫匪 其外甥已到警局报案 据警方调查结果 劫匪所驾驶的轿车已出现在太平 同时也有接到类似的投报 同样是社会新闻 新闻昨日已有报道 威中某华小一年级生遭霸凌 还被老师拍摄放上网一室 受害学生家长今日召开记者会说 经过家长与校方及家教协会会面后 怀疑因涉案老师精神状态不佳 未能及时阻止学生暴力行为所致 双方达至解决方案 希望民众勿将该校标签为霸凌学校 同时停止转发有关视频 受害学生家长陈维妮与丈夫黄敬顺 以及同班学生家长叶杰平及林验师 今早7时30分抵达学校 和校方及家教协会进行了两小时半的会谈 在场者有校长 两名副校长 家教协会主席 班主任及辅导老师 各造都积极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至于涉案老师今天请假 没有在场 陈维妮教后在一间咖啡店召开记者会说 这起事件发生于上周五十日中午十一时 至十二时之间的一节课 事发是因该名老师纵容学生的暴力行为所致 他说 不排除涉案学生有问题 但如果老师当下马上制止 可能就不会发生学生丢桌椅子 及铅笔盒的行为 陈维妮表示他和丈夫从网上看见学生被霸凌的视频后 仍无法确认是孩子的班级 直到发现孩子的书本是00 文具破损 向孩子问起 才知儿子是受害者 大感震惊 他说 事后校方为第一时间通报家长 直到他致电班主任和家教协会理事询问 但等了两天校方仍没有后续行动 他才决定在网上曝光此事 陈维妮说 今早和校方的会谈结果令人满意 校方也承认事后因忙着处理老师的问题 一时疏忽 没有第一时间去安抚被霸凌学生家长的心情 他指出 校方承诺会采取一些后续行动 比如把设计这起事件的学生派到别班 但需商讨后才施行 也会安排学生接受辅导 上述霸凌视频 是涉案老师自行发布在社交网络后 引起渲染大波 据了解 该校董事部及家教协会 将在近日针对事件发出正式声明 今天的光明新闻通就播到这 我是你们的AI主播 我们明天再见